在你现在在教这个数学 用你特殊的方法去演绎 跟捕捉这个数学的过程当中 你现在碰到的瓶颈跟困难有什么 其实就是我不是教育出身的 像我爸爸就是教育出身的 所以一开始我想要 就是完全照着他的轨迹去走 去进教室去教小朋友们数学 我那时候还跑回我的母校 被偷国中去上课 结果上课的时候 我就还蛮紧张 因为第一次上课 就去看小朋友们的反应 然后一两个人反应特别好 我就一直跟他们互动 下课之后我就跑去跟我朋友讲 他是学校老师 我去跟他说上课上得还不错 那他就不对上得不好 因为你从头到尾 只跟那一两个学生互动 它是我们班的自由生 就是你身为老师 你必须要把你的资源 你的时间分配给所有的学生 不可以只去集中在那一两个 自由生 而且自由生本来就是特别 会抢资源的一群学生 好像真的是 教育真的是很专门的一件事情 没办法轻易的这样子 所以数学不只是数学 数学教育也不只是数学 对 最后我想请问 以为给我们电视机 前面海内外的看满观众朋友 一起来分享的心声 为什么台湾这个醒不来的 学数学的噩梦 必须要醒来 跟我们的竞争力的关系 其实很多数学界的前辈 像中文院的李国伟老师 陈宏斌博士或者是师大洪万生老师 中央大学上伟詹老师 还有很多很多第一线的 像我之前去阳明高中 他们的国中部会办数学周 会让小朋友们去闯关 这些老师们或者教授们 他们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想要让数学不再只是计算题 而是能够跟生活做更多的连结 但是这些老师的时候 他们这样做 做完我觉得 不只是他们的 不只是数学界该注意到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可能更广泛 更多整个社会大方都要注意到的 因为像我那时候就有看到说 有个芝加哥的研究 他说如果父母不喜欢数学 或者讨厌数学的话 那这个不喜欢的感觉 会影响到小孩 就像感冒一样会传染 会会会 然后小孩子他的学数学的成效 也会因此变得比较低落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很合理 是大环境这样子 如果今天整个大环境 都是一个沙漠 是大家都不喜欢数学的话 那偶尔能够开出一两朵玫瑰花 一两个数学很好 很喜欢数学的小孩子 那是奇迹 那我们真的如果要让所有的小朋友 或者大部分的小朋友 都很喜欢数学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营造一个 这样子的大环境 营造一个大人们 也可能不能来不及说喜欢了 不讨厌 至少大人们不讨厌数学的环境 那我以前去演讲 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就是小朋友们 他们听完讲之后 他就会写那个心得 会写说 我今天在一张纸上面 用一支笔 在第几行写下这些句子 都是用了数学的词语在描述 所以会觉得说 其实这也不会很难 只要好好去做的话 虽然现在看起来 好像大家都不喜欢数学 就是全部都是黑的一样 可是这一盘就是不喜欢数学棋 它不是围棋 它是黑白棋 只要我们在某几个地方下队的话 就可以整个翻转过来 我相信就会 大家会越来越多人会喜欢数学 今天很幸运 真的带给大家这一集 非常谢谢 非常阳光 而且非常有聪明跟执行力的赖以为 希望祝福以为 跟他家人也祝福你的超展开数学教室 真的在台湾这一个 我们不能说数学沙漠太夸张了 但在很多人的噩梦里面 能够开出很多话来 谢谢以为 加油咯 继续鼓励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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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